梦游也可以说是梦游症 在神经学上被视为一种睡眠障碍 梦游症一般是指 人在睡眠状态下无意识地走动 又或是进行一些复杂的活动 比如说做饭 开车 吃东西 甚至是杀人 好像有些恐怖 嗨大家好 我是阿伟 在梦游中跑去杀人听起来的确很恐怖对吧 但这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哦 除了这个 当然还有其他也很搞笑和奇怪的事情啦 之后我都会慢慢讲给大家听 所以在这之前 还是先让大家多了解一下梦游的事情吧 废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对了 记得先按个赞 订阅铃铛也别忘了哦 梦游症英文叫sleepwalking 而比较专业的名称叫somnambuism 世界上患有梦游症的人 约有1%到15%的人之间 儿童比起成年人更常发生梦游现象 梦游通常会发生在非快速远动睡眠的深度睡眠中 也就是第三和第四的睡眠阶段 所以梦游发生的时机都是在人入睡的前三分之一 因为只有入睡的前半段才会进入深度睡眠 而每次发生都会持续几分钟到一小时不等 一般上在第二天醒来或当下被唤醒后 都不知道自己有过梦游的经历 梦游可包括纯粹的在房间走动 也可能边梦游边说梦话 但是这时的梦话可不代表本人的意思哦 另外也有可能是像刚才提到的 进行一些非常复杂的活动 做饭啊 开车 吃东西等等 事实上 大家也许不知道 梦游并不是在做梦期间发生的 也就是说梦游和做梦是没有意志性的 误会说某个人在梦游中跑去开车 就表示他在做着开车的梦 或是在做饭 他就梦到在做饭的梦 恰巧相反 梦游的人也许完全没有在做梦 因为一般梦游刚才也提到会在深度睡眠期间发生嘛 而这个睡眠阶段的脑电波是最不活跃的 基本上做梦都不会在这个时候发生 相反的 在REM睡眠时大脑是非常活跃的 往往做梦都会在这个时候 而在REM睡眠时 医学也发现 这时身体肌肉与大脑的连接也会被止断 这是为了避免身体肌肉受到梦里情节的影响 所以在这肌肉瘫痪的状态下 人怎么还能移动呢 这就说明梦游和做梦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哦 那如果梦游不是在做梦里的情节 那他为什么梦游还可以做开车吃饭这类的行为呢 当然目前科学家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原因 但是在其中却发现一些比较合理的看法 在接着说之前 我还是建议大家先去看看 我之前介绍过的睡眠阶段的影片 因为如果你不知道睡眠的一些基本知识 那你可能会比较难明白这集说的内容 人在睡眠时都会有四到六个睡眠周期 一般人正常醒来的时机都会在 每个周期后的浅眠阶段和IEM睡眠阶段 几乎不会在深度睡眠中醒来 但是由于一些不良的生理情况 导致人在深度睡眠中强行被唤醒 而这时候的脑电波也是最不活跃的时候 醒来的人就会处在一种大脑睡眠和唤醒之间的异常状态 这时身体肌肉还是没有进入瘫痪状态的 所以人就在这个大脑模糊的状态下 可以进行一些刚才提到的活动 这也就是所谓的梦游啦 另外 先前也提到 梦游主要发生在儿童时期嘛 据推测由于小孩的大脑尚未发育完全 一些生长技术和神经传导物质影响睡眠 而导致梦游的现象 但是也不必太担心 一般小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脑也会慢慢完全发育 之后梦游的情况也会逐渐减少或消失 所以也许你小时候就曾经有过梦游的现象哦 如果有的话麻烦在下面留个言啊 还有一些状态也会导致梦游的发生 包括家里的遗传 如果父母都有梦游症 那小孩很大机率都会有 然后就是一些影响睡眠品质的状况 比如疲劳缺乏睡眠 生病发烧 服用药物 焦虑与压力 又或是睡前喝太多水忘了尿尿 即使是成年人都会导致梦游的现象哦 等等 先生你好像走错地方尿尿了 以上就是尿床 哎不是 是梦游的原因 最后刚才也答应大家要讲讲关于刚才提到的梦游杀人的真实案例吧 好 这是一个蛮出名的案子 在1987年 有个叫Kennett James Park的23岁加拿大已婚男子 他有个妻子和5个月大的女儿 有一天 他因为赌博上瘾而陷入了严重的财务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他开始动用了家人的储蓄 甚至挪用了公司的钱 在1987年的3月份 因为他挪用公款的事情被发现 所以遭到了公司的开除 之后再过了两个月后 他参加了一个借赌计划 决定要改过自新 坦然的告诉家人 关于自己赌博的问题和财务上的困难 就在5月24日 也就是计划约好要告诉岳父岳母的那一天的凌晨 Kennett James Park就在睡梦中起来 然后加了20公里的路 来到了岳父岳母的家 接着手拿起了修车的铁棒 走进了屋 不要啊 詹姆斯 就这样跑到岳母的房间 把岳母给插死了 当然他也试图要掐死岳父 幸运的是岳父只是昏睡了过去 而事后 Kennett James Park 带着沾满鲜血的身体回到了车上 但是没想到他不是回家 而是直接就开车到附近的警察局自首 之后当他醒来过后 他表示他整件事情都在睡觉 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当然当时也没有人会相信他啦 毕竟梦游跑去杀人的确很荒谬吧 之后经过许多调查和研究 发现他真的是在梦游无意识的情况下犯的案 所以最后判决他无罪 大家是不是开始觉得梦游有些恐怖呢 那我还是讲一个比较有趣的 有一个美国24岁的女子 她的体重原本只有57公斤 但她发现她的体重每天都在不断的增加 如今已经达到了121公斤 这莫名的变胖让她困惑又无奈 直到有一天早上醒来她发现 床边到处都是食物 而厨房搞的也是乱七八糟的 最后通过夜间摄影机才增向大白 原来她一个晚上去了8次的厨房 还吃了超过2000卡路里的食物 所以梦游就让到她白天要不断的运动减肥啦 当然还有更多有趣的梦游事件 由于时间的关系就麻烦自己Google一下啦 最后提到梦游当然少不了 小时候陪伴大家童年的梦游先生吧 他的梦游可以说是到另外一种境界 简直有种 哈 这样都可以的感觉 还有就是最近讨论度蛮高的鬼灭日本动漫啦 有个角色我还蛮喜欢的 在梦游中还能战斗 简直帅呆了 有谁知道她是谁的话 可以在下面留言啊 好啦 如果你觉得这集影片不错的话 记得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也觉得这集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 最后当然是订阅和小铃铛啦 那所有好玩又有趣的小知识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咯 我是阿伟 那下集见